下一個提案是Mr.RZ帶來的 Coufax真的假的和Open165反架筆記 回位 好 那我是Johnson 然後我們這邊有兩個專案 第一個是Coufax真的假的 那我們做了一個LINE的聊天機器人 然後來幫助大家去陪伴大家 就是面對LINE上面的假訊息 如果你在LINE上面看到很可疑的訊息的話 你可以把它長按 然後分享 然後把它分享到這個Coufax真的假的 這個Chatbot上面去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我們其他的這些查核寫的作者 針對這則訊息有寫過什麼樣子的資訊 這個Chatbot其實目前大概有1000個多的使用者 每一天會把100多則的新訊息傳進資料庫 然後呢也會有查核協作者在網站上面 Coufax RTW網站上面做回應 然後這個Chatbot目前可能每天它運作 就是可以回覆400多則的訊息 然後呢因為我們有OpenData 所以其實它背後也可以去接到 就是LINE啊然後 Whosecode啊這些地方 他們其實有接扣費的資料庫 然後呢讓大家在這個地方的貢獻 可以被200萬左右的台灣人來去接收到這樣子 好 那可以看到說其實訊息跟回應的速度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比擬的 所以我們這邊希望徵求協作者來評價現有回應 然後呢以及撰寫新的回應 那大家一起來練習查證 然後練習如何撰寫 具有說服力的回應呢 就可以讓社會對面對假訊息的時候 可以更有韌性 那再來就是在科技方面 因為這個畢竟也是一個公園科技專案 我們的程式碼全部都是OpenSource的 然後呢在這個Gear上面有一些 所謂的GOOFIRST ISSUE 那就是如果你會NodeJS或READJS 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用一個下午 讓COVID還變得更好用 第二個專案是Open165反詐筆記 那基本上就是 其實165就是內政部警政署 他們其實每一個禮拜都會公佈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詐騙的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其實它公佈完 像這個網站很妙 它叫做Nexus 然後它在每個不同的時間點 他們都會用不同的網域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現在去查Nexus 控一格詐騙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上面 Google上面霸榜的 全部都是二次詐騙 也就是它是針對這些被詐騙的人 去就是想要再詐騙他們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想要做的東西就是 其實現在已經上了 有一個165.0.tw 那這個網站呢就是希望用165的開放資料 然後我們把SEO做好 把那些二次詐騙給擠下去 然後呢我們提供165公詐 就是現在其實有人已經接好 就是說把這個open data 接到就是公告 然後連回去到165那邊去 那我們希望有UIUX反差文案 以及被詐騙後的報警經驗的人 來幫忙重拾內容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徵求react開發者 然後我們來針對這個詐騙 來做一些更好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到cofax.tw.hack 然後來一起陪伴收到謠言的人 以及收到詐騙的人這樣 好 謝謝 謝謝張盛 謝謝張盛 謝謝長盛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